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乐 我是阿丹 我们最近在这个七八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这阵子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拍摄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这两个月没有新的影片 可是我们还是会放我们促成的影片 然后其实也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事情也都还没有告一段落 然后也因为太多事情了 所以我们也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跟大家说 然后我们就藉由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好,那最近就是我 我也不会说 是不是 好,那最近一开始是我先接收到我们的部门被解散的通知 我从7月11号接到这个通知 然后接着从7月17号开始 美乐他就因为一直持续的不间断的在发烧 频繁的发烧 然后我们就进出医院 住院然后检查治疗找不到原因 所以其实我们这阵子要烦心的事情是真的蛮多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之前的过程吧 嗯 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在国外的电脑公司上班 其实这个工作我一直都认为说蛮不错的 因为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工作跟生活平衡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我蛮享受在我这份工作里面 在除了工作之外呢有更多跟家人相处的时光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我在7月11号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礼拜天 那礼拜天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那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一封会议邀请 然后那个邀请呢是我们的整个BU的大老板发出来的 那他发出来呢里面含入我们的全部整个group里面全部的人 那除了我们group里面全部的人之外呢 上面有我们BU老板上面的一层 那除了他上面的一届之外呢还有hr在里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啊糟糕不妙 那为什么会想说糟糕不妙呢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感觉到了 但是没有感觉到是我们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在去年 其实不是我们公司 非常多外商在去年都有陆续在裁员 那我们公司其实在去年呢就开始做裁员了 除了裁员之外呢也有那种志愿离职 那其实陆陆续续这样子大概有三四波了 所以在这三四波过后呢 其实我们在7月11号的上一周 我们才宣布裁七个人 那在这一周又收到这个通知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不妙 7月11号是礼拜天 我们通知的会议时间呢是礼拜二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礼拜一 我们就在讨论说 该不会我们上一周才裁了七个人 这一周就要整个BU解散吧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觉得说最多最多可能就是在裁 可能一半或者是裁三分之二的人这样子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想到说是整个部门 全部从最上面VP到我们 全部都是整个拆掉这样子 结散 结果呢我们就在礼拜二 就在7月13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议一开始 老板就跟我们说我们整个部门呢 就是要整个被解散被卖掉 未来呢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那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完全都不知道 就是知道说我们会做到什么时候 大概那时候知道的情况 就只有到这样子而已 其实是一个蛮突然 蛮surprise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大家一个突然接受到通知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在哪里 其实都不知道 那你们那个部门啊整个BU 从美国啊全球啊台湾这样子 总共有几个人 嗯 我们因为是美国公司嘛 所以美国人很多 那美国跟马来西亚跟台湾 加起来大概有200个人 那台湾呢是60几个人 所以就是这200多个人就是 to me这样子 就解散这样子 嗯对啊蛮surprise的 那你们的之前费怎么谈 是马上就会有人跟你们说 你们会获得多少之前费吗 还是你们的主管 会在跟你们说有什么东西 其实在之前费这部分 我觉得算是 我自己是认为这还算是我们公司 不错的地方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跟我们说 我们工作到7月底 那7月30号开始呢 就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算是给我们找工作的时间 那找工作的这两个月呢 是不用工作的 但是薪水会照样给我们 嗯 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以之前来说 算是蛮人性的一个部分 小姐还算不错的 对他给我们两个月 对就是你做到7月底 然后8月9月不用工作还是有薪水 对 然后还有另外的支权费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算是老天爷安排好 让我在这两个月可以好好照顾你 那除了这两个月有薪假之外呢 之前费的部分我们是给N加1 那N呢就是年资 加1呢就是帮我们加一个月 嗯 所以今天假设我在公司的工作年资呢 是一年 那他就给我们1加1两个月 嗯 对这样子两个月的支权费 那我呢很不巧的就是 我在这间公司的上班时间呢 是差18天 蛮两年 对 所以也是算一年 对所以我也是一加1 就差了18天就差了一个月这样子 你有很多同事都做了十几年的 那他们就是10加1 就是很多个月 对 嗯 那个就是很多 对很惊人的数字 嗯 然后有个比较特别的是 今天我们如果说同一的公司的这个支权费 那我们就不能领失业补助金的部分 我们会有个contract 跟我们说我们是提资源列支 所以呢我们会收到这份 这包的支权费 那我们就不会拿到所谓的失业补助金 那其实事情就都是一步一步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先收到了这份支权通知 收到支权通知之后呢 就会跟我们谈说 这个支权费怎么样 然后再来呢就是 其实大家都也看到新闻说 我们的BU被某公司给买下去 那接下来买下去之后呢 他就有来找我们讨论说 我们想不想要去到新的公司那边去上班 这样子 那现在呢都还在讨论阶段 这个我也还在考虑 那其实刚收到这个通知的一开始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蛮慌的 因为这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甚至呢我跟我的业务 其实我们已经计划好我们的Q3Q4 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生意也都是谈到一半的 那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突然的shut down 那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呢 我们都是很慌的 不确定未来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那一阵子呢 我也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我自己在想 我的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我自己想要继续做科技业吗 我想要继续过这样子的生活吗 或者是我的未来 我希望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那其实这个是在很突然 而且那个时间就是一直在慢慢倒数中 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蛮慌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一直在改履历看 有没有其他更适合的公司可以去这样 对 那其实有在关注科技业 大家都会知道说 在今年的景气非常不好 对 除了Q1 Q2 或者是接下来在Q3 Q4 其实所有公司 几乎都是lock down的情况 他们都没有在找人 先别说裁员了 裁员的公司呢 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更别说 要还要在这些公司里面找到工作 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对 而且还想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公司 去找到那个职位你的位置 可能更是难 对 所以其实那一阵子呢 是个蛮慌的一阵子 接下来呢 才刚过一个礼拜 就换他发生事情 我的发烧其实已经延续了三个礼拜了 中间有去过几个小诊所看 吃药的时候也好了 然后吃药完的隔天呢 就以为应该是好啦 结果没有 再烧起来 再去看诊所 还是没有效 再去看门诊 也是没有效 这个发烧断断续续 大概有三周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发烧呢 就是38度 38 然后38点多 39 对 那有降下来的话呢 大概也是37度 对 每天都在很热 我每天晚上都很热 都睡不着 后来刚好我家人就叫我去看急诊 去抽血 看看是不是怎么了 那我在之前发烧的 这两个礼拜的期间 去了两个诊所跟一个大医院的额比后科 第一个诊所是跟我说 你可能是得了COVID 或者是流感 叫我回家去测 然后我就说我测过啦 我测了两三次都不是啊 而且我之前也得过COVID 也不是那种感觉 但他就开了止痛药给我吃 当然我吃了止痛药 当然就觉得很好啊 我没事了啊 因为他那个就是解热症痛的药 让我不会发烧也不会痛 所以我就以为我好了 结果我当然是没有 其实在这边我觉得呢 大家发烧了 验出来得到COVID 其实真的是不用晃 因为更可怕的事情是你 你没有中COVID 对你没有中流感 但是你持续发烧 至少COVID呢 是你知道说你的症状在哪里 那更可怕的是你发烧了 你还是不知道你的症状 问题点在哪里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一个未知的恐惧 然后接下来我又再去了第二个诊所 我就觉得我喉咙好像有点痛 他就觉得我是扁条腺发炎 接着又再吃了三天的药 然后也是吃抗生素 吃完之后又觉得应该是好了喔 你那时候扁条腺发炎 他是有摸你这边 然后觉得他有看我这边 我吃完三天药就觉得应该是好了 因为也没有什么症状 结果在隔天呢 又再发烧起来 对 几乎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发烧 晚上的时候就会烧38度 然后发烧起来之后 我就觉得 那去看一下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好了 因为也不知道要去看什么科 就是可能类似感冒 就先去看可能嘉义科或者是耳鼻喉科 我也首选嘛 然后他就说 那应该是扁条腺发炎 然后吃药还没有好吧 所以又再开了几天的药给我 对 那我在吃了第一次的药之后呢 晚上还是在发烧 然后我妈妈就说 你还是去看急诊抽血检查 像是不是有发炎的地方好 我记得就是隔天的事情而已嘛 对 去完大医院的门诊 然后当天晚上还是有发烧 然后隔天我们就去挂急诊 对 然后急诊他就一侧 心跳好高哦 要说到多少 一百四十几 而且我只是走进去而已 然后就一百四十几 马上被推车推进去 有啦 在急诊他就帮我抽两手的鞋 做心电图 然后做一些检查 这样子 X光 然后一些急诊会做的检查 然后他就找不到原因 然后他看了一下我的扁条线 也没有肿啊 然后有两个医生都来看我的扁条线 都没有肿啊 然后他们就找不到特别的原因 然后就建议我住院做检查 因为住院做检查才可以安排检查时间比较快 如果是在门诊做检查的话 他可能要安排到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之后 这样 然后在住院的期间呢 他就是给我打抗生素类固醇这种的药 打完之后 其实中间也都是还有在发烧啦 就是用药物控制下来这样 然后也是抽了很多管鞋啊 抽了很多 抽到你的这只手都中起来 抽了每个针孔都有OJ这样子 抽了很多管鞋 然后做检查 然后也做了核磁公证 然后分辨尿医啊 这种的都做了 最后终于发现是甲状线发炎 那一阵子的那段期间呢 我就是 美乐他住在医院 然后我就在旁边 然后就陪着他 然后其实那段时间也是很担心的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一直都是找不到原因 对 然后也是做了很多检查 然后我就看美乐他 插了很多根针 抽了很多鞋 然后每天这样子打点滴 其实看了是很不舍 然后现在就是门诊追踪这样子 其实在这阵子的门诊追踪当中呢 我们还是有陆续看到说 身体有发炎反应 其实抽血就能看到身体的发炎反应 这个指数还算是偏高的 所以美乐他现在他就是 持续的呢 在吃一些像是抗生素 被固醇药这样子 对 那医生也有说这个东西就是感冒还没有好 引起的发炎 那我后来想想也有想到 就是我有一次去骑脚拉车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感冒还没有好 然后就做了长距离的騎乘 就是可能太累了 那时候就免疫力下降 而且你要骑长距离的前一晚你都睡不好啊 对 你几乎都没有睡 对 要很早起床所以你都睡不好 那时候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 然后我又去泰国运动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讲到这里 大家都猜得到是哪一次汽车 就去汽车这样 然后后来就发炎 所以我本来还以为是中暑了 结果是发炎了 对 你是不是来喝冰沙喝得很快 等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感冒还没好的话呢 就先不要去骑车先休息 让自己的身体顾好之后呢 再去做运动这样子 而且那次可能天气真的太热了 对啊 所以现在美乐呢 它就是在一个修复期 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一个修复期 我在我工作方面的修复期 我呢 我还在思考着 我到现在 现在是八月中了 我还在思考着 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美乐呢 它是在修复它的身体 它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做休息 那之后呢 才会再慢慢的开始在运动 我们也有继续去看门诊 去观察美乐身体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呢 是可以一天比一天的还要好 等到美乐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呢 我们就会重新开始我们这个 影片拍摄的活动的计划 然后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运动这么多 怎么身体会这样去住院 这样子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我运动没有这么多 可能会更糟 不是啊 是吗 我不知道 因为之前的 像是健康检查报告啊 有一些血液检查报告都会说 你免疫力可能比稍微低了一点 对 所以我想说如果 我更没有运动的话 免疫力可能更低 对 所以我觉得 适当的运动是好的 可以增加你的 对 特别是感冒还没好的时候 就是 在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 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 那这阵子啊 也收到很多家人啊 朋友啊 网友啊 们的关心 那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希望呢 阿呆的工作可以慢慢的上轨道 然后我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变好 我们之后还是会继续的拍影片 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影片 那关于外伤被吃钱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假装腺发炎的这件事情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呢 会慢慢的开始持续的去 做我们原先拍影片的计划 那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这一路上来 对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你们的每一个鼓励 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你们 都是支持我们 支撑我们 去做每一项计划 每一项挑战的动力 真的谢谢你们 好 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那我们今天开始小铃铛咯 拜拜 拜拜 这铃铛姐也太可爱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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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